今天来到了泰国的Habzai 这次没有去Banggok 我们这次来Habzai和爱 我们来到了一些华人庙先 如果你们想看更多未公开影片的话 可以在下面点订阅 顺便按铃铛过后 可以在上面的加入键点下去 每一个月10块钱 可以随时取消订阅 如果你是iOS用户的话 可以等到片尾画面出现了过后 在这个方格点击加入会员 这一间华人庙 其实在马来西亚人 或者新加坡人应该是知道的 就是Habzai柴森椰庙 里面的这个柴森椰啊 它的形象很特别 到底是什么形象 我们进去里面看一下 这里是庙的大殿 这个就是它的柴森椰 很特别是 这边的柴森椰是五柴森 这个就有可能是 很像道教五柴森赵公民 可是这个不大清楚 根据密钮的介绍 它实际讲是五柴森 可是不懂是不是赵公民 这个就不知道 因为这个样子 是有一点像拿着鞭 然后又骑着老虎 太像了 但是就是不知道它是不是赵公民 这个我们就不懂啊 如果你们知道它是谁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们懂 这个是二郎神 阳检 这边就有三太子啊 三太子也是有时常下来办事的 在这边啊就有大圣 大圣也是在华人神庙界 也是常见的神明啊 还有呢就是泰国人也是蛮崇拜的观音 每一间华人庙几乎都有的观音啊 这边坐着的就是文财神 比干 比干星君 我们讲财伯星君 在这边供奉的是 有我们的道教的道主 太上老君 非常的庄严 在这边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牌位啊 叫龙观大帝 这个是没有看过的 可能就类似于龙神之类的吧 在外面啊有很多 有很多佛像啊 金圣啊 没有观音 小厅那边就有观光 然后再过去这边有一个黄布盖柱了 这应该是罗埃佛祖吧 对罗埃佛祖 但是这个不敢进去啦 因为很像黄布盖柱啊 也不可以随便进 这里就是汉船的佛祖啦 比较华人那一点的形象 在这边走下去就有弥勒佛 弥勒佛的旁边这边有很多金圣 应该是那些 已经没有人要拜了啊 他们就放在这里 接受那个香火 也是好啦至少没有变落难生命啊 这个厅里面也是四面神 其实它这个四面神也是满美一下哦 它就很像还原了印度教的大饭天王 听一些老前辈讲这边的财神庙啊 算是很灵验的一个财神庙 在早期啊也是时常给人家中万字啊 中彩票啊 或者是给人家的生意很好 生意兴隆啊一些 也是有很多老一辈的人推荐我 要过来这一间财神庙看一看 今天也是过来看一看 然后也是清了一尊这一个不差 也就是它的精神回去供奉啊 刚好呗今天就有遇到三太子降价 给你们看一下泰国人 他们是怎么样齐同的 是什么银子 没关系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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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á 有点 是 是不是 我去跳 我坐 在你 我坐在這裡 多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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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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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